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的毛利说生活 在客户交谈中 如果自己有口臭的现象 在交谈过程中就会变得尴尬 这个工作和生活会带来很多的困扰 所以在我平时 如果有口臭的问题就要及时的解决 那么口臭的行程是有什么原因的呢 第一呢就是抽烟 甚至很多人都有抽烟的习惯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但长期抽烟不仅会让牙齿变黄 还有口臭的问题 而且吸烟有害肺部 建议要及时的改掉这个坏习惯 而第二呢口腔不卫生 如果吃完饭后 不好好的处理牙齿中的垃圾 很有可能会引起口臭的问题 所以呢最好要经常刷牙清洁口腔 而第三呢就是幽门螺旋感菌 有口臭的人群呢 其实大部分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感菌 不仅会引发口臭的问题 还会神伤到胃部的健康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呢 想要去除口臭 我们还得从抑制幽门螺旋感菌入手 可以试着使用沙吉 猴头菇 冰箱等药材 它们不仅可以养胃 还能够抑制幽门螺旋感菌的活性 尤其是冰箱富含冰箱分动物质 这样的活性物质呢 能够很好的抑制幽门螺旋感菌 我们可以将冰箱搭配 猴头菇 大麦 沙吉 大枣 很多种药材 作用成茶包 泡茶饮用 每天坚持喝一到两杯 坚持喝一喝 可以养胃杀菌 帮助去除口臭 还能够缓解胃痛等胃部的问题 对胃部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了 今天的这期分享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关注 我会订阅一下